小时候学习唐代诗人杜普的诗 但见新人像满闻旧人窟 还没有什么感慨 觉得写的也不过如此 大家好 我是顾女琼博士 而如今我才知道 大诗人的高妙之处 就拿我年轻时熟知的明星 攀岳明为例 小生姓许明先 许配的许 神仙的先 和第一次演习 那当然变好很大了 就是以前没经验 房子是谁盖的 是我们 路是谁修的 是我们 虽然颜值比现在好 但是现在有现在的好 就是你 经历过一些事情 喜应是 他去年为一款保健品做推广 但在广告中 并没有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说明 因此违背了广告法的规定 他被罚了25万 还在网上道歉 这才让人知道 一是攀岳明的代言费 真的很低 特别是跟流量明星相比 二是攀岳明只能接到一些 完全没有名气的杂牌 樊明好歹也算是一线艺人 但也是中年演员了 80后90后的年轻艺人 基本上把市面上的大众品牌代言包揽了 能轮到中年演员的 已经所剩无几 中年演员接不到好的代言 甚至接不到代言 这也是残酷的现实 他们有演技 有国民度 有喜欢他们的观众 但是没有粉丝 这也从侧面上看出了 演艺世界的残酷性 劝你不要轻易让自己的小孩子 加个演艺圈 感谢观看